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点钟新闻速带 我是飞翘英文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本港股市的最新情况 看到恒生指数 最新报应18720点 跌395点 国企指数跌145点 报应6334点 大市成交918亿 立刻和大家看看即市的表现 因为今天看到市场多项因素困扰 包括内地A股走着 加上美国债务上限的问题未解决 双重夹击之下恒指低开185点 看到跌幅不断扩大 失手190点 并且创半年低位 越跌越多 科网股方面 今天看到京东更加创上市的新低 腾讯更加一度跌至年内的最低位 阿里巴巴美团也跌穿今年的低位 另外今天看到跌幅特别大的 有李宁和信玉 两只都创了7个月的低位 而整体大市来说 看到整体有96只股份创过52周新低 在市的气氛这么差之下 很多股份都要创了年来的新低 当中包括316 东方海外国际 今天的表现都是很差的 现在暂时都跌超过7% 更加有大行下调了它的目标价 最新汇丰政券就说 集中商的运费至5月期 始终下跌 主要受到市场需求疲弱拖累 另外航运企业预期 第三季的需求才会好转 令到运力可以维持一个高水平 所以就估计在去库存的持续 和运观环境不明朗之下 对一般在第三季出现的高峰期 会不会出现呢 它都持有一个审慎的看法 它就将它的评级由持有降到减持 目标价由120元 大削近三成 看到90元 比现价101.5元 更加要低10元 它又认为316 现在的估值更加高过同业 再之后 和大家看看石药 因为下午的时候 出了业绩 看到石药今天股价 最低落到7.22元 创了年内的新低 看它顺利大概是14亿元人民币 按年增长1.7% 是差过预期的 收入增长2% 去到80亿元人民币 其中承约业务的收入贡献是最大 大概有64亿元人民币 按年增长近2% 原料产品就跌4% 主要是因为去年第三季起 产品的价格有一个下降的趋势 出了业绩之后 其实石药也算很棒 虽然是跌 但是跌特别多 都是跌2% 看看汇控 今天有很多家庭观众问 汇控暂时跌2% 今天最低到57.9 报在58元 不过亦有消息 据外电报道 汇控正审视 退出12个国家或地区业务 希望聚焦亚洲发展 另外出售加拿大的业务交易 或者要延期到明年的年初末才会完成 亦意味着可能有机会推迟派发特别股息 不知道今天会否受到消息的影响 汇丰股价要受压 再之后和大家看看汽车股 汽车股的跌幅相对比较大 好像长汽跌7% 比亚迪跌6% 较早前亦有消息 长汽举报比亚迪的车型排放不达标 最新比亚迪亦发了声明 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亦保留法务的诉讼权 比亚迪的产品 就是符合国家的标准 在国家权威机构通过认证 虽然比亚迪做了一个澄清 但市况这么差之下 今天股价价价价在全日最低位 报价233元 最后和大家看看业绩股 780 统称旅行 今天升1%是逆市走强股份 最新有大旱 朱里昂更说 统称旅行业绩比预期好 他指出首季收入按年增长5成1 到26亿人民币 比预期高4% 但期内经调整顺利按年下跌 中信里昂也说 同情旅行管理层上调了第二季和第三季收入预测 反映第三季和第四季收入 比起2019年同期有机会维持大概四成高增长 亦预计在旅游需求持续强劲下 同情旅行将会进一步抢占市场份颜 上条集团今年和明年两年经调整顺利预测 预测8%和7%重新买入评级 同情旅行今天最高去过15.72 暂时就报在15.32 今集就和大家聊天 我们稍后会有其他直播节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